嗨敏丁 诶这边富人区诶这边 虽然B跟C都是在同一块地 可是他们的vetting area 是分开的 哇 哇雷鸡 哟 什么事 这是Renny 我是Ryan 所以欢迎大家收看 哇雷鸡房产开箱系列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 The Hipster在Daman Desa except Kayamax 刚刚拿锁食的 哇 你看他的这个叫号 应该有四层楼 五层楼这样高 哇 真的很grand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看了 所以他的guard house很 proper啦 有一斤 一处 Hipster 特别两个blog 一个是blog B 一个是blog C 他是3.9个 一个least holder 每一个blog是450间 哇 这里是蛮美啊 很grand啦 这很像cafe 很多grainery 很多decoration 而且他的c厅还很高 虽然b跟c都是在同一块去 可是他们的vetting area 是分开的 走上这个小楼梯过 就到我们11楼的yoga zone啦 哇 你看那个yoga bag 它上面又铺了那些夹草 看起来就很有feel 又很relax 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勒 就是有小孩子的playground area 然后还有一个很长的桌子 你可以坐在这边 chill chill啊 喝茶啊 吹吹啊 哇 它的游泳池 哇 是43m 长的游泳池 然后由于它是一体式的 所以它会中间有一个partition 分开大人跟小孩 你看看这个corner part 就是这个blog area 因为是open air的关系 所以这个外面的坐椅子都是铁的 会比较容易打零也比较可以耐解 这里除了有dream room之外 还有一个bindoor的multi purpose hall take it的进两个bambican court 跟这个半个的室内烂酒厂 OK 所以现在我们在它的barking啦 所以这里的barking真的是 蛮宽大的啦 你可以看下 kapa是在五楼 总共有九层楼的kapa 每一个单位都附送两个 两个 所以这里的kapa真的是很长很宽大啦 不过它们上下都是在同一个方向 这样子你们上下的时候 就要看着这个镜子 来转弯啦 这里会有两个blog 一个blog会有四家里面 哇 我觉得它走廊蛮宽一下啦 应该差不多有六尺宽吧 那边有一个垃圾桶 它的垃圾桶是没有对着任何的unit的 看一下 OK哦 垃圾桶在这边 垃圾桶不会抽 它这样子就不会对着那种lip啦 不然的话会比较糟糕咯 走 去看unit OK我才刚vp不足 不知道就有人搬进来了 今天才vp的很快 所以这里会有两种layout 一个是921 一个是penthouse 1842 所以我们今天是看921sq的 来 我马上带你进去看 所以这里是921sq的三房两侧 这个hifter单位当时卖的价钱是380-450k 现在我们去看看它里面的这个固定 就是一个basic unit 是没有给什么东西的 厨房的部分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sigma 它的套是到无车 然后有一个很antique的这个就百月窗哦 然后打开看一下看到什么 很恐怖一下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yard 这个yard有5尺 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是aircon niche 全部aircon compressor都放在后面了 然后里面就归这咯 地上的话我们看到它的touse 2x2 大概是9尺左右 然后哇这个景是真的不错 好 来宾妮 这边富人区 这边 ok 我这个价钱 全部都是million的lander house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小房的话 虽然是一个basic unit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是有给这个aircon part 然后中房看到它的地上 虽然它是300多钱 可是它是给你这个full house的 打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 Ryan 你在哪里 Ryan 这里有送shampoo shaft的 可是没有送water heater 嘿 300多钱 water heater自己买啦 ok 来看一下大房 大房的厕所是没有真正对着这个床头的 风水来讲是比较好 Ryan Massi 你看 这里master room可以看lake view 真的是美 耶 这边下面就是富人区的感情 哇 哇 Yo 以上是我为你介绍的The Hipster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开箱VP的project 所以如果有什么遗漏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我是Raini 我是Ryan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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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人行天桥是在云顶五十多年来 第一个私人公寓有这个人行天桥 从Antara街道去云顶山顶 它包括一个私人的雀故事 在自己的包困里浸着雀故事 看着云海 超享受 哇 哇 哇 你解释 我也这么想